工具 基本就是鉛筆 什么鉛筆都可以 然后美工刀跟金锐琴 然后因为 才这个 我们本来想要找比较 有一种比较薄的 就是它是不是很软的那种 人形 可是找不到 所以 就是可以用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也比较过去坏掉 然后它也比较可以 黏一些 更大或是更重的东西 然后呢 还有 会用到这个 这是那个 刚才也说的电钻 但是不是电钻 还是那个 焊铁 对电热铁 大家看都用过 焊枪 好 那我不用麦克风 大家听得到吗 好 那我帮你拿 没关系 好 然后 我们人才本来长这样 然后我大概 量了一下 因为 一般 那个人头的 身形都是最渺调的 所以跟它差不多 对 所以呢 我们 因为如果像我这个 因为我们第三天要放在真人身上 所以真人的话 直接用这个下去 穿会 比较没那么刚好 对 所以我就会在中间 一样把它割成两半 就是它比较好活动 或者是 如果比较 要有肉一点的人 你就可以再把它拉开一点 这样子 但是如果放在 甲人头上的话 中间不用开 就不用打开 对 然后呢 我们就是 等下大家回去的时候呢 可以想一下 你想要做的什么样子 你也可以让它整个不在 就是 你只要把脖子 跟旁边的部分 还有下面这一圈 割掉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整个人形都在的话 那如果你不要的话呢 也可以像这样子 所以我只留胸部而已 对 然后 也有人就是 不想要有胸部念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放在真人上 然后 真人本身就胸部了 或者胸部也够 size也够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局部的装饰就好 所以呢 像我 我现在割这个 就是 我就想要 如果我今天给真人穿 然后它本身就有胸部了 我就可以 只留 就是我要装饰的部分 所以我现在就想要留就是 肩膀跟胸部这一条 对 那我自己觉得 就是留胸部这一条啊 黏钻啊 或者是黏花什么的 都可以会黏蕾丝 都 我觉得都蛮心疼的 对 好 所以我现在就留这条 然后 我们要 在裁切之前 你就先拿铅笔 然后把你要留的地方先画出来 然后你要对称不要对称都可以 就是 可以自己决定 然后我自己是做作品我都喜欢 对称的东西 所以我都会让它对称 然后脖子的地方不管放人头或是放真人都一定要切掉 我现在大概画好不要留的地方 画好之后呢 我们就用美工刀 好 因为 切这个蛮 费力的 所以等一下可以 两个人一起帮忙一个一个 那男生的话应该就还好 对 然后呢 我们先用美工刀 直接在你要切的地方 就是 画一条 到两条 就是让它有一个 痕迹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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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種板子啊 它其實 我先割一下下面給大家看 就是 不過我下面要割掉 因為它太大片 我們就可以把它就是 割個 一片去 翻開 然後我們割了有痕跡之後呢 用尖嘴切 直接去翻 它就會跟著你的痕跡 直接裂掉 所以你割的線夠直 它斷掉它就夠直 其實你只要割一點點 它那個線就下去了 所以你再拌的時候它就很好翻 這個 這個 這個步驟可能會有點暴力 所以大家等一下小心 還好就是你只要 它有夾緊就還好 因為它比較大片 所以就慢慢翻 然後 一樣如果 我只要留這裡 我這裡會比較大片 我就稍微再多切 這個 這個 這邊有點難翻 今天大家應該會翻這個 翻到 下課 好 反正就是 我只要割過的地方 它其實線就是擠 然後 如果有一些小小小的腳 我們最後再用 弓刀修掉 對 然後 脖子的部分也是一樣 上面這塊先拿掉 然後再開始往下割 對 然後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這個是 這個是割膜的部分 對 可能要比較耗工一點 可能要比較耗工一點 然後呢 我需要大家回去 找一下就是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拼花的時候呢 我希望大家是以 就是你們可以去找你們喜歡的蕾絲圖樣 就是 好 幫我拿我的手機 就是像我這一個 就是 我是找到這張圖 對 這張圖的蕾絲 就是它是 它是 它也不是蕾絲 它是 繡花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自己喜歡的 繡花或者是 蕾絲的圖案 然後 然後我們只是把它 以 假畫的方式 讓它有一點立體的方式去呈現 所以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 大家可以穿上去看一下 對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先 找自己喜歡的蕾絲 或者是 繡花圖案 然後 你先想好你的 那個 對 你的型要放在那裡 你可以再去想 你要怎麼寫 對 繼續穿 所以 大家可以先找圖 然後 譬如說 因為那個 它是幾乎整個半身都有繡花 但是我不要 我只是想要讓它 有那個型 或者是那個 彩色的概念 彩色的搭配 所以 我就取它彩色的搭配 然後放在我咬的位置 這樣子 所以大家等一下下去 割的時候呢 就可以先找這個圖 先想好 你要放在哪裡 你要讓它放在 延伸在脖子上也可以 或者是 延伸包覆在胸部 請問你那支電汗 這個 會用在打洞 會用在打洞 鑽洞 這個 對 像我們 打洞 就是 我們如果要架人台的話 人頭的話 我們就會在金房上的時候 這個地方打洞 然後我就可以 穿鐵石 然後就 就這樣有點把它勾住 對 那如果說 老師們想要讓它前後 就是讓它是整個身體的話 你就可以 看似 再包一塊布 或者是 我自己是會比較喜歡 用 假花 因為像我這一片 原本是放在這裡 然後它會這樣子吹下去 對 所以它就會 蓋到一點 就是人頭的背部 就是這樣的話 後面也會有一些延伸 那如果不要的話 就是如果後面 你想要只是蓋一塊布 或是不需要 不會看到後面的話 就可以一直坐前面 然後我們就是 鐵石的部分 就穿在洞裡面 然後用一個勾子 把它勾住 對 對 對 因為像這個 我中間有開洞 它在 它放在真人上的時候 它就會 滿剛好 然後我就只要側面打洞 然後綁繩子就可以 對 然後像我之前 比賽的時候 不會會用這種殼 然後用那個燈籠鐵絲 我們在架骨架 用鐵絲 然後就是 把它 就是裡面 繞在胸部的部分 然後剩下 另一隻眼睛出去 然後這種殼的好處就是 它再重 它都撐得住 對 不會像 因為我們有一些 架鐵絲你架不好 模特殼會痛或什麼 但是你有這個殼之後 你只要黏在這個殼上 模特殼其實不太會痛 對 所以大家就是 先切割完 然後等一下 再用 你先想好 如果你是要 放在 殼頭上 那就可以 再用這個 這我們會 有三隻 但是大家可能要 徐徐外面用 所以我們會放在外面 對 會有味道 所以就是 如果要的話就可以 鑽這個包 但大家切這個 已經切很久 所以好 大家可以先回去切這個 謝謝